一款就是千直令的最新的I-MAN 其實是未出售的 還有這個我們叫做Production Sample 模式就開了 很多東西,例如鬆緊 顏色,或是小微的 其實還未調整 當然開模式 其實多數是不改 不可以大改 但是很多實例 他覺得有大問題 可以改的 例如裡面的關節,鬆緊 或是用材料去變成 其實也可以 其實是好事,如果公司能夠給予我們 一來我們是旁觀者 或是第三方 或是我們部分人是專業的 或者是想知道的 這款千直令 絕對不是最終產品 所以大家可以多給予意見 也不一定 或是有更好的事會發生 先說一隻I-MAN 千直令的I-MAN 這隻是他們的fighting armor 第一彈 之前阿嘉和德哥都講解得非常清楚 以及他們自己個人的看法 這裡我們不重複一些事情 我再說一些我認為值得去提議 其實這個 因為千直令或是日本的設計師 他們在關節上的要求是非常之高 高到是 我有時覺得 需要不需要做這麼多事情 但他們的追求是很高的 所以一直都覺得他們的關節是很厲害的 因為你設計了這個關節出來 不是單止需要去做到活動效果 而是考慮一下 支撐度 結構 物料 配對 以及在生產的時間 能不能夠做到效果 這是完全有難度在這裏 沒有客人要求那種緊的程度 為什麼呢 其實主要有兩大原因 一個就是物料和物料之間的碰撞 即是說不同物料的結合 你玩GI租 你就知道 小時候玩GI租全部都是PVC 什麼都是PVC 關節都是PVC 所以你一拆起來 其實PVC是軟的 就算比起多硬也好 也有軟度 最後大家軟了的時候 就會看到腳踏踏的情況出現 這就是PVC夾PVC的後果 當然後來我們會用到ABS夾PVC 或者ABS夾菜鋼 你問BVC為何不用PVC夾菜鋼 日後冷知識 和大家分享一點 以我的消息的余見 應該是不會的 通常是 最硬的不會配最軟的 因為沒有意思 因為 冷了一塊 所以 三種硬度的東西 應該是兩個接近硬度的配合 兩個接近硬度的配合 兩個接近硬度的配合 就撞爆了 根本就逼實了 即是塞鋼 逼塞鋼可以嗎 見過的 那些快速扣就是 塞鋼和塞鋼 但是不同 牠的長條 開合很多次的彈性 但是如果 塞鋼的波裝 塞鋼 加一個包住的波裝 都是塞鋼 我認為 要不就太鬆 要不就太緊 我理解一下 可能有很多高人 或者生產方面的專家 都告訴我 有可能性 所以 關節方面 有很多很多事情 去考慮 所以我講的 是從這些角度講的 所以如果覺得悶 就不要看了 我就不是說 漂亮、便宜、好玩 那些 其實大家會幫到手 我不會浪費大量的時間 無謂看我的樣子 那你看到這個 其實呢 因為牠的關節 那個問題 牠是可以做到很好的 即是動作上 這個動作 就不要讚我 放到Posting 因為不是我擺的 有神秘人擺的 當然是擺都好 因為這個人是很專業的 日後有機會才公佈 因為有些人做事 就不喜歡公佈自己的 來力 外形呢 比例呢 我完全是沒有投訴 而且本身 這是一個再設計的東西 那就很有趣 反而覺得我的頭很粗笑 不是很好笑 我的頭呢 令我想起Rocketman 是不是 Rocketman 其實有點像Iron Man 不過Rocketman的面具 設定是比較古典 即是Classic一點 即是像上世紀那些 有些不同的 所以這個有點像 但是不影響它的設計 整個就比較尖銷 所以如果說外形 我就覺得 沒有什麼特別去評價 反而講到材料 很多人很關心材料 現在我跟你說 其實有時候 我給你一點點分享 其實金屬的面 是會感覺冰冷一點的 不知道為什麼 膠是摸下去沒有那麼冰冷的 你用這個方法 就能分辨的 用誰來做呢 有些很古怪的方法 就是朋友可以用麵來碰 你沒有理由麵來碰 整個公仔 但是我發現 真的有個感覺 面是敏感一點 對溫度 感覺比較好 感覺到 哪一種是金屬 哪一種不是金屬 腳掌很可愛 其實好像不是金屬 腳掌 我講腳掌 就是腳掌位 好像不是金屬 但是這個 這裡 這裡是這樣的 大腿也是的 不失為一個合金 因為它做到一個 好像別人的皮帶扣的感覺 就是很堅固的 上色方面 我覺得是很接受的 跟市面上 現在我們認為最好的 Ironman 上色是一樣的 基本上幾個牌子都做到同一個效果 那個顏色 好像跑光也很厲害 跑車一樣 另外金屬部分 好像黃金 真的看到黃金金條的顏色 之前有很多產品 就是上色出了很大的問題 做不到的效果 又是我們有機會 拉斯星頭 為何噴不到呢 其實是有原因的 好了 講講這裏 這眼燈 其實在某些角度看 你會發現它好像發光一樣 其實它用了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就是這裏 這裏 我用了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其實這裏是透光的 上面也透光的 如果有燈打下去 這裏 其實這裏半透明的物體 就會有一點點覺得光的感覺 所以很重要 另外就是頭部 頭部 也有主持講過 其實這裏是雙關節 這裏是頸部的位置 它做一個圓桶 但本身還有一個波磅 所以其實所有頭部動作 是做得很正常 即是飛行的那些 飛行的動作 很多figure是做不到這個動作 知道嗎 是做不到的 因為頸部已經屈不了 但它就考慮到這個問題 它就將它變成雙關節 波磅更加多的圓桶 所以除了可以握得很高 另外 可以阻止穿崩位 即是脫下來 你會看到它的頸部是包住的 就不會很噁心 整條頸部露出了 好了 相識講完 外形講完 關節講完 這樣 要贊的就是它們那些 可能有時候 你會贊個台 那台也要錢的 而且那台是幫你 令到產品的價值提升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沒有好的台 其實你放不到Post 現在我這個是半凌空的 對 背景是不多的 當然做不到發光 應該是沒有猜錯 如果做到發光 就非常好的 好了 這支我對它的評價其實很高 因為它其實我摸下去 有部分的手臂位似乎都是合金 但是不多 這裡身體都有的 其實它全部是跳著跳著的 即是說它不是全部 全部都是合金 全部都是合金 它是適量地配合 就不同 市面上看到的牌子 我不說什麼系列 它們其實是骨架和合金 那這個合金 就是在外殼本身 所以它就是 你可以叫它合金產品 因為它真的是 合金外殼 即是它真的是框框的聲音 我彈一彈 其實這支板 不知道要不要還 你多給我們 我們就會盡量用 就不是弄爛它 好了 所以其實這個合金成分 我會比較高一點 分的 因為它真的外面都用合金 反而它內關切就不是合金 反而我反而是反過來 大隻的裡面合金 外面就不是合金 慢慢跟大家分解 所以這個 我自己給它的評分是高的 除了如果你不喜歡它的設定 那就沒辦法了 但如果你接受到它的設定 我反而是希望它出現原本的 就是Iman的設定 不過可能是授權問題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Iman有很多授權 走出來的產品 可能大家都要 或者轉 或者是 避開也好 什麼都好 總之就不值得去 重複出它的產品 大小物料 但這個就是合金 部分合金 上色很好 外形就絕對沒有問題 可動完全都好 關節是鬆緊很好 不錯的 製作者的相片 還未完成 所以我就不知道它要做 不會改為改善 所以這個是 在眾多Iman產品裡面 其實是不錯的 不過可能太多了 有些是比較便宜 有些是抵玩 有些又可能是 就是 就是 出線 有些是大件 有些是限量 所以 種種不同 所以好像是六死誰手 真的太多選擇了 所以這個 我講完了 通常我講 Figure 我會用四個角度看的 第一就是上色 第二就是可動性 可換性 第三就是物料 物料跟它的重量結構 第四樣就是它的 看一下 就是外形 其實我是外形才缺 外形不好 就很難叫我買的 各位朋友觀眾 如果喜歡我們 ToysTV 或者我自己 Blindlow的一些影片 麻煩真是 不要節省 幫我 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按鈴鐺 另外 我們Facebook ToysTV 我自己也有 我的Facebook 就不是很多人like 麻煩真是支持一下 讓我多一點 信心 和多一點的心機 去做好自己的 相關的影片 所以一個like 不要亂食 很重要